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他的社群也有球迷说 期待他比赛中可以有以前那种猛爆切入 好像他都在角落边边投篮 当然球迷你也很清楚 大家网路都会难免有一些这种言论 毕竟从大陆那边刚回来 我觉得还是要稍微适应一下 那我觉得他也有再慢慢的去做回以前的周一下 但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看法是 因为我觉得年纪大了之后 大家的打法都要稍微改变一下 等一下 你说谁年纪大 也不要说年纪 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那我觉得大家打的 就不会再像以往都是只能靠身体 因为确实当然他身体素质很好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避免一些运动的伤害 我觉得确实改变打法是势必的 那当然还是会很希望说 就是他可以照以前的打法 然后很有霸气的在球场上表现 那当然我觉得可能比例 他自己就要开始也要去拿 那我相信他自己也有再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觉得下一季反而 他的状况应该会比这一季 会好的非常多这样 那刚刚讲一翔 我觉得刘真跟盈俊也算是蛮 他已经不是未来 他就是现在中华队的核心 你跟这两位学弟之前合作 有没有看到他们 我觉得可以聊一些可能观众不知道的 比如说他们有一些习惯啊 有一些很好的优点 是我们可能镜头上看不到的 我觉得刘真跟他们两个都 我觉得在我观察就是在中华队 他们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自律的选手 我觉得成为顶尖选手 我觉得第一个真的是要自律 那相对他们确实真的是非常自律 所以我们很急的去从事篮球的这一项运动 那把他们看得是很很是一回事这种 那很认真的去对待 所以我觉得他们才可以有 今天这些的发展 这是不是也是你们黄金世代的一些 有follow到你们的一些优点 当然因为我们确实是很重视 篮球这一项事业 那因为还想要留在球场上 所以我们不管是在自己的生活 甚至在训练各方面饮食等等 我们可能就会稍微去多注重一点 那当然就是我们先做了 我们有了好的效果 那当然他们可能看了 觉得好像应该要这样子 或者是这样子做对我们的 比如说篮球生涯等等 都是会有好处的 那他们跟着follow 我觉得其实这都是好的循环 那你在前年嘛 你有po说就是从中华队告一个段 然后其实算一算你超过十年 你蛮早在07、08那个时候 就有打过大队 你觉得这十多年的中华队 有没有什么很辛苦 或者很美好的再让你回忆一次 一直都很美好 因为就像大家都讲的 黄金世代就是我们这一批人 就是十几十年 扛了十几年 那不管在每一年的中华队的集训 甚至比赛 大家都是有点像是同甘共苦这样子 那不管好不管坏 我们都是尽全力 然后一起去分享喜悦 然后一起去承担一些可能 比较不好的成绩等等的 我其实觉得蛮开心 就像我老婆常常跟我讲说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感情这么好 因为常常比如说 注意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边哈拉打屁 什么有的没的 然后有时候会聊到以前 那老婆听到的时候 好 我终于可以了解你们 为什么可以感情这么好 因为他们从我们对话当中 可能听到以前 我们一些做一些 当然现在不能讲的 不能播的一些蠢事啊 然后甚至是像大家都知道的 一、三年的比赛等等的 那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很好的回忆 那当然我可以成为今天的我 我也觉得也是因为中华队的帮忙 然后一些就是在中华队的成长 让我可以变成现在的我 那如果讲中华队 我觉得穷思飞 当然转播的关系 台湾球迷其实 因为它是历史的比赛 在在主场打 然后那么多球迷 尤其大家都很期待 第一天通常是跟日本 最后一天通常都是跟韩国 这个强度你也打了这么多件 那个张力到底多嗨 嗨吗 我觉得那个就是比如说 突然的欢呼声会让你呃你 那一种 听不到队友在讲什么 对听不到 就是会突然 就是比如说你一个进球 或者关键的时候 那时候 就真的是会感觉屋顶是要被掀起来 然后你会瞬间 被那种欢呼声 就是蛤?蛤?蛤?那种 可是你会很享受当下的氛围 对 对啊 因为像那时候比赛 常常 就像我们讲的 我们 我们跟日本 或我们跟韩国 基本上都一定是爆满的 那 有这么多人的人为你们加油 然后不管是在赛前 甚至赛后 有很多的球迷 会在外面等你啊 然后给你一些就是鼓励等等 我觉得那其实都是 相对会让我们打起球来 会非常开心 而且会很愿意 付出我所有在就是当下 那一个40分钟里面